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早市有計 我們今日請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Alex 與我們分析大市走勢,Alex,你好 你好 隔晚美股三大指數全線向下 道指收市跌了109點 恆子今早要低開75點,早段表現偏遠 Alex,恆子連續兩天跌不夠100點 跌幅不算大 但伊拉克近日的地緣政局都頗緊張 恆子向下的機會大不大呢 我想大了少許 我覺得最主要是你看到外圍有少許避險情緒 因為見到迫勢上來一點 金和債其實都偏強 現在的情緒還是偏向樂觀 因為其實你見到股份跌是很局暴 而香港人都習慣了趁低吸納 變成了每天都是低開然後就彈回頭 但我覺得逐漸的風險是有少許向下的機會大了 因為你太久都沒有動力向上衝 我覺得今天現在暫時不是太差 因為人們習慣了手勢 總之低開就買 但我覺得如果再跌多一次一次穿23,000 即期止穿23,000 動力應該會增強 所以我自己看風險增加了 有些機會調整大一點 農行被卡塔爾投資局以每股三個五毫九減持 股價近期都升上去年初這些高位 其實股價短期見頂沒有 之前在低位買入農行的投資者 是否可以開始減持獲利先呢 我建議先減持獲利先 最主要是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看走勢來說 整個市場應該差不多有些機會調整 還有另一件事我覺得最近 你見到一些人是熱炒那些AH discount 其實你反過來 反過來是HAA那些 也應該貴的那些是有少許機會是回的 所以金融股其實整體來說 有些機會隨著護港通接近是有些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也可能是另一個因素 所以應該可以考慮減少許中資金融 未來兩個星期有18隻新股集資上市 但規模不算大 集資額都是十多億左右 有沒有哪隻呢 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沒有甚麼直播率 因為其實你現在中小型的新股 其實是不太特別 有甚麼特別大的吸引力 我覺得現在最主要是 因為其實你看看這幾個行業來講 譬如中國的小品牌 你看到去年上的小品牌 其實到現在的表現其實是很差的 又或者你說手油那些 其實也都是很個別的 不會說每間都可以的 譬如你運油就很差的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即是不理預算的市況 在這些新股來講 不會轉好得很交關的時候 倒不如你上市後慢慢看是好一點 軟件股昨天有不錯的升幅 市場全國內因為要保護信息安全 有機會對軟件股推出扶持的政策 軟件股在這個因素之下 有沒有得炒一下 買賣可以用甚麼策略 我想你不要太過樂觀 因為其實這個新聞 就很久之前已經有些 在市場裏面已經有人會猜到的了 只不過不知為何滯口得很交關 才開始有得炒一下 我覺得就落地去去 其實只不過是金山軟件而已 但是如果你炒賣金山軟件的話 其實你也是可能肯下接近23元的時候買 穿最近的低位斬 就駁它再升一次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 一來它是跟微軟直接競爭 二來那個CM、CM在美國那裏 其實表現都算OK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都有一些可以考慮的空間 但是就不是說 真的好像表面看那樣有動力 我覺得是因為中國的軟件股 其實很多的行業都是很窄 其實就未必受惠得很交關 Alex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記得今次有金山軟件 今早很感謝Alex的分析 早時有計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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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